上连,顺风顺水顺台神,下连,有房有车有女人,横批,应有尽有。 该帮的朋友早安吉祥了,高端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调才能呈现美味。 看到一群飞翔的红烧乳哥让我很享用这个配音,今天变态帮主先退下。 让老奴接过这个浪费各位小主人生中四分钟的任务,小离子给各位小主请安。 这么大的太阳,必须拿出老奴祖传的七彩小三三。 上一个视频各位小主热议老奴的手镯,其实大可不必,不露脸总要露点手脚以示诚意吧。 难道要老奴露内脏这么下流吗? 从这个毫不起眼的入口进来,再抬起各位小主的狱卒只走136步半,就是小主们的冷宫了。 沿途的景色都充满了画师的举作,看中那略显褪色的蓝色油漆。 就知道国库为了省钱又买了便宜货。 老奴愚昧,原来这是一个适合小主带上您家逆子前来骑脚踏车的圣地。 想当年,皇上就是在这个大明湖畔靠道下雨河的吗? 老奴给这位轻功了得的御前世卫大人请安。 各位小主,这就是皇上赐给您拍妆逼罩,偷上网的冷宫了。 老奴从小入宫伺候主子,不识字还老主子自行阅读。 显然这里的一切都是进口货,都是坐飞机货作船运来的,外面是买不到的。 就像眼前这精致无比的红灯笼和假边炮,我就曾在淘宝买过。 看见此番宜人的景色,各位小主是否已经想好,要穿哪一件衣裳,抹上哪一种胭脂粉,再拍几张你妈都不认得你的照片,偷上网骗赞了呢。 在老奴惶恐有妖孽之物惊吓到各位小主之时,才发现国师早已施法,把他们的神尸封印在这丑陋的身躯中了。 但小主还是得当心,此妖孽看起来就非善男信女之容貌,她的眼神,目露凶光。 看完了妖孽容老奴带各位竹子,到正殿里看看,还有什么能出精修高批王美照的好地方? 万德复,比喻提夫,主子您瞧瞧,这画面少了您在里面,是不是更好看? 来者何人? 见到这么多主子竟然不请安? 你是? 这残破的三角,这蓝白相间的肤色,难道你是我家阿彩失散多年的哥哥? 蓝角兄吗? 这是一条比老奴条命还要长的走廊,若小主体型风雨,还能躲在柱子后方摆pose,构图上就能呈现出一种,观人来抓我呀的景象。 这里还有一个只够钱建一半的偏店,但换一个角度,也能出大片。 小主们一个个打扮的衣冠出处,老奴岂能怠慢? 现在有请各位嘎拉底都湿了的小主们。 随老奴到外图,再走两圈,务必拍两千张再挑两张出来发上网,才对得起小主您花了两个半小时的妆。 若小主们月立银子囊中羞涩,此海滩在这段时间将免费开放,这位皇子略显不安,难道是因为村里的老人家常说,小孩子的眼睛最容易捕抓到一些不干净的脏东西。 小主们如果有兴致,除了在网上钓鱼,也能在这里钓鱼。 掌管后宫的同仁非常贴心,很清楚地列明了没有水鱼。 若小主们懒到出之不想走路,一颗赏点银子,乘坐此电动花轿逛辞生地。 此处确实是远离中宫纷扰的好去处, 希望小主们对老奴的安排尚算满意,抠谢小主们的不杀之恩。 老奴独胆请小主们赐一个点赞和订阅。 我们下期有病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